第39屆欧洲双胞胎大会 在纳粹希特勒的出生地 奥地利布劳脑登场 选在这举办的部分原因是 当年希特勒不惜动手术 把双胞胎缝合成连体因 想看看他们能否活下去 因此许多犹太人的双胞胎 被折磨而死 反观今日汇集的这50对双胞胎 活得健康又快活 证明人生路上 有另一个自己相伴 是多么快乐的事 从出生那一天起相伴了几十年 双胞胎们各有体悟 有时候能互换身份占点便宜 有时候为了让别人分清楚 谁是谁而绞尽脑汁 这些双胞胎说成长过程 常为了共用分享而炒翻天 但是长大了之后 最能分享人生酸甜苦辣的人 还是彼此 华氏新闻综合不等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